2月5月期由星期二到期结算 因为储油能力高级大跌超过300%, 3%5跌至负37.63美元 是历来首次狂跌至负数 总统特朗普说有加下滑是短暂的现象 很多人操守不及 陆晓三报道 国际原油期货市场星期一出现黑天鹅事件 星期二到期结算的纽约5月期油 曾经跌至负40.32美元 收报负37.63美元 下跌55.9美元 跌幅是305% 是历来第一次出现负数 意思是买家要向买家付钱 因为纽约旗油交收地富因的储油空间接近爆满 金融机构避免在结算之后实物交收 有报道指当地所有运油轮已经载满原油 交易商要以实物交收需时一个月 所以率先在市场大举抛售纽约5月期油 再加上原油期货ETF转仓 也都需要沽出5月期油 转仓买6月期油 到加速纽约5月期油的跌势 分析员指出纽约5月期油跌至负数 并非反映真实市况 纽约6月期油收报20.57美元 下跌2.51美元 跌幅8.9% 同5月期油的差价曾经扩大至每桶60美元 是有纪录以来最高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油价下滑是短暂现象 很多人措手不及 美国政府计划增加战略原油储备 正研究将最多7500万桶原油 纳入战略石油储备 并且会研究停止由沙特阿拉伯 运送原油到美国 在新型肺炎疫情之下 美国经济几乎停摆 对石油需求大减 导致商业储油设备爆满 美国能源部正向美国石油公司 出租战略石油储备的部分空间 目前可用的储存空间 有大约7700万桶 有线电视记者卢晓珊报道 嗯